赵继伟辽宁日报记者李翔2月1日与广州队的比赛,赵继伟 继续通过实战寻找状态,赵继伟也确实得到了比上一场更多的出场击 对,在11分钟里,他为队友送出三次助攻,还利用罚球得到了他赋 出之后的第一分,太长时间没有比赛了,不太熟悉这个球场 比赛之后,赵继伟如此表示,的确,从赵继伟那场比赛三头部中的 表现来看,他还需要寻找感觉,由于本场比赛辽兰早早锁定胜局,这 让赵继伟除了第一节末段和第二节前段的常规出场时间之外,还在第 四节额外得到了6分钟的出场时间,赵继伟也利用自己良好的视野 尽可能地给队友创造机会,第四节他出场不久,就敏锐帝观察到了篮 下无人防守的贺天举,在对手上来包夹的情况下及时出球,让小贺输 舒服服地打破了此意的得分荒,随后还有一次,几乎一模一样的情况 下,忠诚因为有些犹豫没能在篮下打进,浪费了赵继伟一次助攻机会 尽管如此,在有限的出场时间里,赵继伟能为队友送出三次助攻,这说明他已经完全从重伤中走出 并且和队友的默契程度还在 这对于他尽快融入本赛季辽兰的战术体系,有着很大的帮助,但是 也应该看到,赵继伟目前的状态,距离真正进入轮换阵容,甚至向上 赛季一样,成为辽宁男篮主力阵容中不可或缺的一员,还有一定差距 在与广州队的比赛中,赵继伟不仅依然没能打开自己运动站得分的 账户,还在第四节担任主控的时候出现了三次失误,这反映出经过炎 重伤并重返赛场后,赵继伟即便身体可以很快适应,心理上还需要一 段时间来进行调节,好在距离季后赛还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球迷并 不用太过心急,本赛季辽兰能在人员不整的情况下打出创队史记 录的25连胜,很大程度上要仰仗郭艾伦的神勇表现,暂时,为了保 正球队的进攻流畅,郭艾伦有时甚至要打满整个第一节,这对他的体 能提出了挑战,熟悉辽兰的球迷都知道,在第一节最后几分钟和第二 截开场几分钟的时间里,一般是辽兰比赛中比较艰难的阶段,本赛季 表现尤为明显,不过,赵继伟复出后的两场比赛,当他和杨明同时留 在场上,辽兰的进攻被梳理得很有章法,比分也和对手不相上下,辽 难怪于挖坑的时间点平稳度过,这就是赵继伟现阶段的价值所在 通过这个休赛期训练中与队友的进一步磨合,人们可以期待赵继伟 会带来更多的惊喜